这是威妈犬来到家里的第三天 不论是瘾还是狗都很喜欢他 可以说呢是集万千宠爱于一生 世界上的事呢很难说有完美的 比如说呢好汉无好奇 仇女找帅个人 就像我对象那么难看 然后他找了我 就像是散除讨厌新来的小威妈犬 哎他总是这么不完美 此时呢已经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 散除还和以前一样要在屋里睡觉 对于其他喜欢小威妈犬的狗来说 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 而散除不是呀 他的内心当中有所浮动 所以呢他睡也睡不时 想出去睡觉呢他还舍不得我 他只能默默的在这忍受着 当最后一根稻草来临 散除的表情十分的复杂 仿佛是一只古大仇神的狗 或许此时他的脑海当中 讲到了过往 想到了曾经的那个二维码 当小威妈犬再次爬向他的时候 散除彻底的受不了了 那在这睡觉呢 这么烦的小宝 我妈不在家你就在这睡觉 散除呢一般选择在客厅睡觉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我的父亲也在客厅睡觉 虽然说呢有的时候吧 自私不是那么优优 但是呢他得劲就行了 睡觉不就图个束缚吗 第二天吻身 咋了 他咋着咋着呗 你还怕你的呗 别那么气息啊 他现在很小 他不一定那么肥也 散除散除 他不一定那么肥 我都说了你还横着 不听话了呢 不喜欢你了啊 你看你 你往前哪儿来 来我给你找 往前哪儿 往前 简单的往前 坐下坐下坐坐坐坐坐 坐下 然后呢 然后然后不可以摸 我就想呢让散除怕着 说不定了一会儿他就喜欢小辈妈劝了 走了 走了就这样 上沙发 散除上沙发睡了一会儿呢 可能觉得呀 自己在外面实在是太孤单了 于是就进来了 虽然那散除已经困得没有狗样了 他呢还是保留了自己最后一点倔强 没有直接到店子上来 晚上十点 想必呢这几张行间 在座的各位大哥大姐们已经听到了 这次散除发出的警告之音 也是散除最后的倔强 只要这个小狗呢 一靠去散除 散除就用这种办法吓唬他 一致不在动 在这个阶段的小狗呢 除了睡他就是刺呀 刺这块真是一点问题没有 就算是五经半夜的起来喂他 我也可以承受 但是有一点呢 我实在是受不了 就是他半夜老横击 你也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原因的 让他不横击呢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抱着他 你怎么老抱着呀 快来 我急需一条狗 来帮我照顾小微麻犬 既然那哈欺每天像保姆似的 从早上陪到晚上 但是呢 总感觉好像差点什么 这玩意你说跟性别没有关系呢 公狗和母狗的差距 直到后来呢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 小微麻犬呢 竟然爱上了元宝 准确定说呢 他把元宝当成他的妈妈了 令我诧异的是 元宝竟然欣然同意了 你说元宝平时的性格 因为我整的呀都不敢相信 但是事实呢 却又是这样 元宝这种狗呢 一当骂呢 就在泡妇产 所以啊 我真是不打算下点了 再踏这个年纪 再踏这个岁数 正好有这个好机会 可以体验一下大骂的感觉 看着元宝又惊喜 又惊讶的表情 你说他是高兴呢 还是难受 你俩还挺 你俩还好了 时间来看 算起来 像是逛的面 无理塑胶 就如同你看见的 元宝和小微麻犬的关系 那是情童无子呀 战厨在这目睹了全过程 也不知道他道士的想法是什么 过来一会儿呢 我在意他 元宝和小微麻犬 还往上颠倒睡了 你说这玩意多神奇 作为我家最有个性的狗 元宝是不会轻易 看破红蚱的 你在这干啥呢 元宝 我解决你的遗互 你在这搜什么呢 你告诉我 我就搜这些东西 这里也有东西对吧 你是不是搜这个 搜这玩意 就因为看着这个盖片 元宝这个小后把呢 也不当了 就在这块儿搜着 这是我动一动啊 只要是别的狗动 元宝上去就在干他 他是谁也不服 谁也不怕呀 今天晚上呢 我刚到家 我就看见了 这么不可思议的一幕 善楚呢 在这儿守着小变马犬 守着也就算了 他还咬别的狗 除了元宝以外 什么哈士奇啊 小变木啊 只要是一靠近小变马犬 他就咬它们 现在啊 给我整的是懵懵的 他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一会儿喜欢 一会儿不喜欢的 首先呢 为大家展示一下 小变木的了解能力 这个剑和枪呢 是刻在骨髓里的 尤其是当他面对 签帽的时候 那这是全身心里 投入地了解 这个剑呢 也有分寸的 但是小变木 他没有啊 比如说 他对待威马犬 他就毫无怜悯之心 此时的小变马犬 已经碎走了 正如你看见的 他就是这么剑 很多时候 我都想把它叼起来 里里外外 全身心里大了一顿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 这一次的小变木 仍然查着了 东北话叫查的 普通话翻过来 可能是不好惹 或者是惹我 你就废了 现在的时间呢 是往12点左右 我也不清楚 具体是什么原因 反正呢 他俩在这个时间段 就撕杀上了 从这一刻开始呢 威马犬的复仇计划 正式开始了 这一段呢 是早上8点左右 我正在这 全程性的上车所呢 没想到呢 竟然无意中 派下了这场厮杀 这绝对不是一场 简简单单的打架 因为打到最后呢 小变木突然打上格了 而且是那种狂打不止 你看他肚子的起伏 你就应该知道 他当时有多难受 现在呢 是往9点半 在这个时间段呢 小变木呢 应该睡觉了 我为啥记得这么清楚呢 因为基本上 每天到这个时候 我都会坐在餐桌上 穿视频 而小变木呢 在睡觉 今天就不一样了 小变木犬 绝地大反击 主动上去了血 而小变木呢 此时已经很困了 他只能以防守为主 小变木犬非常清楚 自己的敌人是谁 丝毫没有波及到 坐在小变木旁边的钱包 他俩玩了一会之后呢 小变木明显体力不至了 郑主们放弃抵抗 此时的小变木犬一看 你不动了 能有啥意思呀 于是呢 加快了进贡的小变木 但是呢 他发现小变木还是不够 最后这个家伙 使出了杀手锏 根据小变木犬 咬的这个位置 请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上下的画面呢 你们自行脑补吧 一个四个多月 一个四十多天 两条狗呢 因为一场战争 成为了死对头 就是呢 你争我夺 互不想让 向队而言 小威娃犬还是不在右手 因为啥呢 因为这个货体力不行啊 玩一玩呢 就得睡觉 回来就惊醒了 急着从阿姨 人和狗都喜欢你啊 第一唱嘛 哈哈 远宝呢 可能知道搬家 今天的他呢 确实是格外的兴奋 兴奋到呢 哈齐一直拿爪子拍他 那一直啊 就告诉他 别这么激动 别这么激动 我好不容易安抚住了袁宝 我在这散除和消化 就下楼了 我这杠到楼下呢 我就看到对面有个人 我心里我带了大狗 被吓人家 我在这等一会儿 我幸亏啊 在这等一会儿 这个时候呢 我就听着我妈喊我 不一会儿呢 我就看到袁宝了 袁宝夺门而出 从楼上冲了下来 我在楼梯口 接住了他 刚才等的了 我 这事不能赖我 那我姨我姨要进来的话 你看他拿着背 我拽着狗 就属去了吗 然后我姨飞 然后我门口跟他递 我这么一递 直接远马从底就过去了 你手扛的 对 扛不了 他不走他 我跟你一块下去 那行 我抱着他 你抱着你这次 你抱着狗行吗 行 你能抱着他 他嘴上说的行 走到门口他就抱不动了 是他就太吵了 二十几个朋友 到了三次楼 终于抽齐了四只狗 我和我妈呢 先来第一趟 这趟分别有小哈 小便墨 三厨和自己跑下来的元宝 三厨和小哈呢 人家老做厕了 啥事没有 比二十分钟 小便墨和元宝还挺好的 他都跑去 嗯 挺厕 这便墨没那么多进行 挺厕 挺厕 嗯 元宝哭了吧 哭了吗 元宝哭了 没想到啊 元宝的反应 比颠覆的反应大多了 那是又流鼻涕又淌眼泪 马上到地方的元宝啊 元宝啊 你瞅你 你越来像老头似的 哎呀 哪了 你先听到元宝 哎 这视频是怎么画的 这视频是怎么画的 这边你 你看 这都没有 这都合去吗 图的呢 元宝图的 元宝图的 阿琪 啊 阿琪在这 给四字大魔王送到之后呢 我这马上就返回去了 来接剩下的两只狗 在这里呢 不得不夸一下钱包 套上城之后呢 钱包主动自己下楼 全城都非常的配合 在车上的钱包 也是非常的挺画 一直陪着小背马犬 后来呢 小背马犬闹叫了 在车上横横唧唧的 哎 你陪你钱包个人都叫梦子 这帽呢 全城也没吐 我们很顺利的召架了 历时半年之久 今天我们终于搬家了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 未来我可以之乐了 我终于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和大家分享快乐了 我有更多情 我们下期间的支持 schedule 我们下期再见